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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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媽媽老師 邱盛 邱盛先生 老婆貫出屁孩老公 等妳行李的時候 他說 妳幹嘛要打包行李 上禮拜說好 明天要出去玩了嗎 對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可是我明天要去車聚 車聚 我說妳在幹嘛 我都在睡午覺 我也跟你說4點 妳要來接我 他就說 不是 那你覺得這些習慣 是太太灌出來的嗎 是 非常能幹 太太跟媽媽 才會造就出 我們這種小屁孩 老公虛能逃避 都是老婆灌出來的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和一位老公代表 揭露老公們的壞習慣 請媽媽們如何抱怨 老公的過分行徑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今天呢 我們要來討論一下呢 就是我們的老公很好 之外都要說睡狀 什麼什麼 不過其實老公 你們的很多罪狀 好像都是我們灌出來的 到底有哪些罪狀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什麼呢 常常在詩意說穿的就是 不用心 是不是 不是 笑死 笑死 笑死不用心 沒有啊 幹嘛 蛤 你的臉脫毛 雖然我們已經說對不起了 但你也白眼翻得太兇了 笑死啊 怎麼了 亮哥 我跟你講 我個人就覺得 他們不用心開始先故意的 然後讓我們覺得 他是失意 然後從此我們就對他不邀請了 對 我們覺得他是有預謀的 真的 你知道嗎 像去年我兒子生日 然後我們就去餐廳 我老公男的說 生日就帶小孩去餐廳吃飯 就小孩一年也不過生日一次 他也不過兩個小孩 你兩個小孩不同的餐廳 有很多嗎 不會啊對不對 今年呢我兒子快生日 我就說 那去年曉得在哪一間餐廳 那我們今年換一間好了 他說去年 去年我們有出去吃飯嗎 蛤 我根本就覺得是他 不想出去吃 所以 你知道嗎 後來我都覺得真的是放棄了 我現在問他什麼 他都會忘記 我都說 而且我覺得他從小 就有這種預謀 我兒子小的時候 我兒子好不容易 終於長大成人了 你知道嗎 他在兩 我記得兩三歲的時候 那時候 一個三歲 然後一個 快要一歲抱著 那我那時候有在工作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跟你講喔 你等一下九點多 帶小孩 把他送到我媽家 然後你再去上班 就這樣 很簡單 很簡單 對 而且你坐計程車 我也沒叫你開車 然後還有一個保母跟著 因為我們那個保母剛來而已 我說你跟著 然後你幫他帶過去 然後就讓他下車 就這樣 你打電話我媽媽會下來帶他 難嗎 不難 不難 是不是 沒手之勞而已 我上班上到九點半 我媽就電話打來了 怎麼了 陳之勇 妳如果不能帶 妳就打電話給我 我去接 為什麼讓小孩 自己坐計程車來 為什麼讓小孩 那麼小 我那個頭 已經頭皮麻到頭頂 你知道嗎 我當下 就打給我老公 我說為什麼小孩會自己 坐計程車去 我說 沒有啊 有保母啊 你不是說 小孩坐計程車去就好 我說我 我說是妳 這樣小孩 一起坐計程車 到底哪個字是聽不懂的 真的 他聽得片段而已 我不相信 我個人是覺得 他是故意的 而且保母才剛來 他連我媽家都沒去過 他都不見了怎麼辦 男生可能是說 反正都有保母呢 那幹嘛那麼高剛 我要帶他們去 還要帶他們回 我要自己回來多麻煩 對 那他可以不要回來啊 這樣 有過耶 我欣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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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賞我 我從此真的沒有讓他看過小孩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過你就是計程車 有些爸爸是跟車很喜歡 所以特別為了車會放棄家裡的聚會 有一次真的是超扯的 在前一個禮拜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下禮拜我們安排個兩天一夜 然後帶小孩出去玩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OK啊好啊 結果我就跟我小孩就開始很期待 就安排行程 然後訂民宿什麼的 然後討論說要去哪裡吃飯啊 去親子餐廳什麼的 然後到了要出門的前一天 我在房間整理行李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開門進來 他說 你幹嘛要打包行李 我說我們不是說好 我們不是上禮拜說好 明天要出去玩了嗎 對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可是我明天要去車劇 車劇 耶 很重要的 而且他還獎了 招子 對他還獎了報名費 他說他不能不去 所以他就說因為他那個車劇 有一些什麼抽獎活動 然後獎品有著力 抽獎活動 為了彈了一點小便宜 對 所以我們就變成我們的旅行 就泡湯了 真的 他完全答應我們的事情 他會完全不記得 然後那天小孩真的是也很難過 好可憐喔 那你老公真的去車劇喔 他就去車劇喔 我們隔天早上睡醒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家了 他就很早就出門了 他真的去了 他就真的去了 然後就放 就獨留我們三個 就是怨氣非常深的小孩 你跟姿佑姐什麼話 想講面對這種主 因為我老公也會這樣啊 因為我老公也會這樣啊 他又換了 他又要同一個 對 你們去同一個抽獎就對了 我跟你講 我後來發現就是 我後來很勇敢就是 你 算了 我後來都是跟我兒子 我們一樣還是會去 我就是還是一樣 還是不會讓小孩失望 喔你就帶小孩去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照片啊 都是很多小孩跟媽媽的 都是很多小孩跟媽媽的 對 我那時候真的是氣到一個月 都不跟他講話 欸這真的很氣耶 而且重點是他還去耶 對 對 他就為了要偷獎 為了要偷獎 他要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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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大的獎是什麼 一打的汽油 頭又一起來啊 你可以出火才能 我氣死了 我真的不懂男人 可以說 幫雨 幫雨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我們做單位算 就是很貼心 常常在失憶說穿就是 不用心 我覺得不是不用心 是不用到 對 真的太客氣了 這件事情呢 是發生在最近 因為呢我上個月 剛剛去歐洲 一趟工作 那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然後要離家大概十幾天 我們才剛新婚嘛 然後所以他就很緊張 就不斷的一個月前 就開始問我說 欸啊那個行程表哪來啦 到底你們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天 因為十幾天你們什麼行程 哪來啦 你傳給我了沒 然後我說好 我就立刻傳傳email給他 出發前三天 又說 啊行程表哪來啦 對啊 那是怎樣 不認識自由 對啊 那行程表哪來啦 對啊 然後我就 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 對啊 我已經沒有給你了 我也LINE給你了 你為什麼都不 就點進去看行程呢 他就說 我要用WhatsApp 好 喔 真的很多 很多欸 我就只好再傳WhatsApp 以及LINE 以及E-mail 全部都再傳了一次 確保他就是有收的 別忘了微信啊 微信沒有傳喔 微信沒傳喔 微信我沒有 因為他沒有用微信 好 出發的當天 他叫我去機場嘛 然後又再跟我說 欸 那你那個行程到底是什麼什麼時候 我說麻煩你點進去看那個行程表 是幾點 我跟你講 我們那天回來是四點到機場 你不要忘了 你四點一定要來接我 四點四點四點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說沒有 可以說三次 對 十幾天後 回來了 我帶了呢 大包小包 因為你覺得歐洲一定會買嘛 對 就大包小包回來 然後就是疊了那麼高的這個 這個行李這樣推出來 然後呢 開始打電話給他 喂 那你人在哪邊 要約在第幾號柱子 然後他就說 他就 喂 就是 那是下午四點 我說你在幹嘛 怎麼在睡午覺 我說四點欸 我不是跟你說 上面不是行程秒寫四點 我也跟你說四點 你要來接我 他就說 不是零層四點嗎 歐洲回來 不都是零層嗎 哈哈哈哈 都一回家 我做什麼 他講的也有道理啊 美國之間嘛 歐洲之間 也在四點啊 那你下午四點你就寫十六點啊 對啊 可是行程秒寫 那邊都有寫的一清二楚 我就真的 非常非常生氣 我聽到這句話 就立刻給他掛電話 然後拖著我那一堆行李 去門口叫那個 就直接那個排班計程車 你知道那有多貴嗎 我在 坐回永和 要兩千塊 我就知道那個就回去 然後回到家裡我就看到他 他就說 他就跟我道歉 我說欸 那個我本來還想說 要熬夜不睡覺 凌晨四點去接你的啊 沒想到就是 原來是下午四點這樣 欸走我們去吃牛肉麵 裝沒事 然後等一下我就氣到爆炸 一個禮拜都不跟他講話 哎呀 都把他當空氣 請問今天 是不是不用腦 老公代表為何如此 那麼不用心家不用腦 不用腦 我有一次也是 因為我的結婚紀念日是 1月19號 1月19號 然後那一次很重要 那一次是結婚好像是 五週年 喔 是一個整數 是 然後我就載我老婆 然後就開車在路邊 然後我老婆就突然說 欸 今天是1月19號 然後 對啊 嗯 你這個白天 忘記是合理的 但是要會事後補救 然後她就說 今天是我們結婚今天日 我說對耶 那是不是應該要慶祝一下 就要趕快想辦法 結果我集中生智 馬上展開我搜尋雷達 我就看到路邊有一家消防局 蛤 蛤 消防局 消防局門口 門口 那個鐵門 上面噴了紅色的字 1 1 1 9 你幹嘛啦 我用 馬上 白尾停車 帶我老婆上次消防局前面 自拍拍完之後 打卡 上傳XP 結婚那個五週年 119 1191月19號 祝妳結婚今日日快樂 爽死 好MAN喔 好MAN喔 哪對齊齊是懷裡 哇 不希望我會神奇 不是 不然是懷疑有點 所以我以後結婚今天只能選119跟110 因為 因為我今天 從日子才找得到對不對 結婚今天是1月13號家暴專線 我看的整個 1月13 看妳的毛回來 對啦 沒有啦至少我們事後有想辦法補救嘛 對啦至少還有心要補救 而且妳還沒有補救 好啦好啦你補救比我老公好 我可以 對 我去年真的跟我老公講說 欸我們結婚紀念日耶 然後沒關係 她明年還會有 我就這樣回她 她好認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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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老公 我跟你講 我老公永遠都不懂為什麼 她也不補救 你知道嗎 不過她也很自在的 她這個已經很習慣了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男孩子啊 男生在這個 養家跟育兒方面都感覺比較不用心 是不是老實說 我覺得這些女生把她關懷了 我碰到很多門診的媽媽 我的感受喔 對 因為爸爸是被媽媽失能的 因為媽媽把小孩出 那個小孩出生的媽媽就無為不自 開始跟她有連結照顧她 然後也很擔心別人去碰 說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我來我來我來 那可是爸爸對於他跟孩子間關係 不像媽媽那麼親密 然後他想要接觸 可是你又說不要不要 我來我來我來 那他就漸行漸遠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情感的建立 男人跟小孩的情感建立 可能要到三歲左右 那麼久喔 對 第三個就是 我要替有些男人說話 他今天講話超小心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那個媽媽一直在嫌她老公 因為你知道我諮詢的時候 會諮詢就是媽媽會說 我育兒的過程當中啊 老公做這個做那個 實在做很糟 那我聽一聽 我就覺得你老公很好啊 比剛才聽到的三個故事好太多 你知道嗎 其實是媽媽自己神經緊張 但老公已經很用心了 只是媽媽沒有比較直 然後他可能有一個 非常完美的形象在那兒 譬如說什麼邱老師啊 或黃醫師啊 他自己 對 他學壞了 他講自己 對 第四個就是說 男女性格 本來爸爸他自己有一套 就是男生帶小孩的方法 那媽媽顯然有很多是不同意的 是 那這個也是一個可能造成大家覺得說 你都在不專心啊 這種想法 但是我們還是要啊 慢慢跟老公 對 我們要訓練他啊 就我們訓練狗一樣啊 就是 我同意了 我們要好好的 去那個 讓老公改掉這些不用心的習慣 那隔壁張胎來囉 挺愛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隔壁張胎 是沒有老公還要訓練到隔壁的張胎 隔壁張胎比較厲害 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啊 我真的覺得 老公這件事是需要訓練 所以現在其實我在跟我朋友講 老公事件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用 來取代 應該有媽媽這樣講對不對 對 對 就是雖然我生三個 可是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在養四個小孩 對 我們這樣往前的時候 他那時候人還在京都 對 他之前是在日本 就是求學工作 然後 那個時候約會 就只好他飛過來台灣 哇 那麼浪漫 然後有一次他就回來台灣 後來他就 班人就回去 然後回去到京都的家門 前 他打國際電話給我 我想說 我人在台北喔 我想說 就算現在看到鑰匙在我眼前 我能怎麼辦 我說 我覺得你去找鎖匠可能比較好 我真的沒有看到你的鑰匙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的家人告狀這件事 就說他怎麼這樣妄動妄息 然後他姐就很冷靜地說 嗯 這很正常啊 因為他姐姐也是流日 就不同的城市 有一次他就說我一次就到京都去找他 那時候他剛畢業 就是黃醫師你知道 畢業第二年就最忙最忙的時候 就幾乎都不回家 她姐就去 她說我不在家我在醫院 過來醫院找我 然後她姐就去醫院找他 她就說 我這個還要很晚耶 你不然那個我家裡鑰匙你先就到我租屋的地方等 然後她姐姐就拿鑰匙去她家 打開門進去之後說奇怪 怎麼電燈按不開不亮 熊頭開了沒水 她忘記繳水電廢到被斷水斷 對後來她姐就找我幫她去繳 然後她才恢復水電的供應 那欠件咧欠件 我老公跟兒子都會有他們專屬的小約會 然後但是他們每次回家的時候啊 就會看到兒子的鞋子是不同款式 不然就是穿房梯背心跟睡衣就出門 然後有一次很誇張 房梯背心 對 她覺得這樣很好看啊 她說房梯背心很好看 穿出門有什麼關係 然後有一次還回家的時候很誇張 是 只穿尿布就回家 只穿尿布就回家 對 褲子都去哪了 褲子 全部都不見了啊 我當下也很嚇到 想說 為什麼小孩沒穿衣服 然後老公的時候才說 對 小孩怎麼沒穿衣服 你也太誇張 她自己有穿 但小孩沒穿 後來我就問她 還知道說因為小孩彎會流汗 所以她就把衣服脫了 那衣服也不見了 也不見 就消失了 她也都沒有要拿回來的意思 然後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我就把小孩一個禮拜要穿的衣服 就把它搭配好 然後用手機拍照 拍得很像服裝行路一樣 放到LINE的相簿裡面 然後老公每天只要看那個照片 就可以幫小孩穿搭 然後就不會穿一些很奇怪的衣服 好好聞喔 對啊 所以你還拍照給老公看目錄就對了 對對對 她就照著這樣穿 然後她回來之前 我也會傳寫訊跟她講說 衣服有沒有都穿在身上 哦 做一個貼心的提醒 對對對 後來就這個方法還不錯 後來就不會穿得很奇怪 然後也不會說只有穿掉不回家 對啊 邱老師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我們男人不再失意呢 其實 人都是自私的動物 尤其是男人 所以其實你要讓你的老公更用心 最直接的有效的方法就是 要 你想讓他做的事情 要跟他產生關係 例如說你叫他去買菜 他買不買菜好像跟他沒什麼關係 但如果你叫他去 老公你幫我去那個超級市場買菜 記得要買一包冰塊回來 因為你要配啤酒 哦 老公就會覺得 去超級市場這件事情是跟我有關的 他就不會忘記 那會不會真的去超級市場吃飯吃飯 回來什麼都可以啊 有可能 有可能 老公衝都可以啊 我有好像發生過類似的 真的還假的 那你就不要幫他做下韭菜 那你就選那個親親媽 你就拍一張照片 你要幫他買什麼 好 還有什麼病可以治呢 來看一下 第二點是 不愛說真話 生活中充滿謊言 為什麼 這一定要撇親了 這一定要撇親 這一定要撇親 亮哥那個 靈壓力持對不對 沒有沒有他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他就真的很不愛說真話 有一次他就說他跟朋友去吃飯 然後吃完飯到早上四五點才回來 他六七點去吃飯 然後四五點才回來 那才回來他就很醉 然後在那邊脫衣服就很生氣 你知道嗎 那我很生氣是 我當然不會管他很生氣 我是管他把我兒子吵醒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會看一下 你到底在慶祝 你不要撞到門眠的 我兒子被你吵醒這樣 好了 到了八九點 他去床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看他手機 我才知道他 他就一直講電話 你知道嗎 我才發現 他跟人家吃飯 吃完飯 就被抓去賭博 他真的真的流行去賭 然後賭了那一個晚上 他好像輸了快四百多萬快五百萬 五百萬一個晚上 是 一個晚上 是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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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卡牌 這太五百萬了 而且這前兩個禮拜 我還跟他講說我要換車 他還說 不要換車啦 現在錢不好賺 五百萬 對 車都輸掉了 你說起不起原諒 是真的嗎 真的 應該 然後你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 我覺得我 我能怎麼樣 我就是把他擺著 然後我都覺得 因為我老公那種人 你真的跟他罵 你也罵不贏他 你知道嗎 他有一堆很奇怪的理由 那到後來我猜是 到他清醒一點 尤其他在喝醉 我根本不想跟他講話 因為真的跟一個喝醉酒的人講 沒有什麼好笑 後來等他醒了之後 我就這樣抱著小孩冷冷的看著他 我說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裡 嗯 他說 這個時候他就 他也不敢騙我 這時候他就說真話了 嗯 那就是要拿錢 對 沒錯 就去哪裡哪裡啊 然後去捧場啊 怎樣 我說所以多少錢 然後講一半我就說 所以多少錢 所以他其實已經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了 然後我只是冷冷跟他講說 明天以前通通把它處理掉 好帥喔 然後我就再也不講話囉 帥差點 所以你完全沒罵他 完全沒指責他 從此 他就不敢再去了 你就絕對不能再指責他 也不要再講下面的話 嗯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解決了 然後我就再也不提這件事 我其實十幾年來 我都沒有再提他 高手 好強喔 高手 太高手 好強喔 四百多萬耶 對 感覺很厲害 這樣一點 我要是沒有輸的 真的喔 而且這句話 你會講很多次 如果忍不住的話 對 看到什麼就念一念 要是沒有那四百萬 對 現在這個就是我的 對 對 這個很高 你真的很忍得住耶 你好撐得出去喔 好強喔 這是我看內傷的嗎 你是那種屬於國母 國母的那種 國母 那鄧惠勒 如果說你身為老公 遇到這種狀況 你覺得認不認罪 如果真的有這種狀況的話 要看狀況啦 因為其實有時候 說謊這種東西 有時候是 是為了方便 但我最不好的習慣 其實就是打電動 對 然後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 我會出去外景 然後兩三天 然後其實 有兩天在打電動 是蠻累的 然後那兩三天 是我就是放風的時間 所以那晚上我都其實會打 那種打比較晚一點 然後他都會晚上 他都會打電話來 然後我都會跟他說 我已經睡了 我會騙他的就是這個而已 對啊 很少會騙他 還OK啦 比起四百多萬 我們覺得還會很多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男人 真的說謊有的時候 就像登輝講的 就是 說過一次實話 然後結果不太好 那之後他就不想 他就會盡量要規避 然後我 每一個人都對自己媽媽說過謊 那包括我在內 所以後來我結婚的時候 我就想知道說 我老婆是哪一種人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 也是值班完 就是我值夜班 所以早上跟他 Kiss Goodbye 他去上班 我就帶在家 那他是希望我在家睡覺 然後這個 朋友啊什麼 不是朋友 就是護士打來 護士打來 護士打來 對 這樣不行喔 護士打來 又要叫自己 有護士打來 叫他打給你 對 所以 你給我看到 鏡頭鞋的音樂 我幫你出氣 護士打 今天如果我開得像你們這樣 我就一定會說謊 對 那一天早上呢 我就跟也不是 就是一群人就去唱歌 好不好 一群人就去唱歌 一群人就去唱歌 八年前的事情 你們都是標誌的 一群人就去唱歌 八年前新婚就這樣子 對 對 真的是結婚第一年 真的喔 對 然後老婆大概就是在十點 十一點左右的時候 她想說 我不知道睡了沒 然後她就傳簡訊給我 大概傳別的事情 然後我就回她 然後我就 我就說實話 我就說 我在唱歌這樣 然後她就不理我了 就是那一天就 後來就沒睡 不能講 對 那我想啊 什麼性感 但回來之後她就跟我 她就有點生氣 我就說你在氣什麼 然後我就說 她就說 我氣你去唱歌啊 你看多白目 對 你看她在氣什麼 你追護士開智服吧 沒有這樣 但是我老婆 我老婆講了一句 她講一句話 我就覺得 OK 那以後我可以講實話 她說 我不是在乎你去跟誰唱歌 我只是覺得 你應該要好好休息 因為你都是上夜班 那你白天不睡覺 那你晚上的時候 你會沒有精神 你已經日夜顛倒 不應該這樣 那我就覺得 聽出來 大智慧 對 再過一段時間 因為護士找我唱歌 我就不睡了 誰要講 你們幹嘛要不理望護士啊 他們上班也很辛苦啊 下方唱的歌有什麼關係啊 跟護士沒有關係 是你跟護士 是你跟護士 是你的問題 好 但是我只是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如果老婆 能夠用這個方式的話 我就知道我不用說謊 所以真的 男人說謊真的是因為 女人的關係嗎 女人愛生氣或什麼的嗎 我覺得是夫妻之間的 互動的關係 其實一般來講 男人會說謊不出三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 男人做了 老婆絕對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譬如說出去花田酒地啊 開什麼制服趴啊 要逐漏啊 幹嘛這樣啊 真的耶 所以生存的本能就告訴我們 絕對不能 說實話 對 OK 第二種狀況就是 做了老婆 勉強能接受的事情 但是她會唸 所以解釋起來 很麻煩 很麻煩 就算了 就乾脆邊謊話 對 第三個狀況就是 其實不是為我們好 是為了太太好 所謂的 大概不出這種 三種狀況 所以曾經有老公說過 我就有啊 對 上禮拜我老公就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打來 他就很小聲的講喔 給我聽到 然後就 有鬼 有鬼 講完電話之後 他就急急忙忙的出去 然後我就問他 說妳要去哪 他說臨時跟朋友有約 好 出了門了 然後他回來之後 我再追問他 我說妳到底去哪 他死都不講喔 然後直到隔天 早上要接那個 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一到停車場 我看到車子 我整個傻眼 我想說 妳那個輪框 我們家才換 車子才買了兩年 換了三次輪框 三次輪框 一開始換了三次 結果又換新的 哇 我整個就陌火了 我就說妳這一組 到底買了多少錢 而且輪框很貴 對啊 很貴的 有什麼意思啊 妳還有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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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抽到 對 耶 然後我就問他說 妳這一組輪框 到底買了多少錢 然後他也都不講 然後我就想說 妳為什麼要一直換輪框 輪框有必要一直換嗎 而且輪框是吃得飽嗎 然後他就不跟我講多少錢 然後就是顧左右而言他 然後最後他才脫口說出說 喔 我是大概五折飆到的 大概才買了大概一兩萬吧 我心裡想說一兩萬 OK 這我還能接受 結果前天他在洗澡的時候 不可 房間的簡訊就一直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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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跳 然後我就好奇想說 三今半夜然後傳個那麼急 到底是誰 好出口 好出口 氣子輪媽 然後就把他殺 尾巴今天有點失控 我覺得太氣了 太氣了 然後我就很好奇 我就把他的手機拿來看 然後不滑沒事 一滑然後滑到上面的時候 YESY 我他那一台輪框就要十萬了 哇 他跟我報一萬 然後結果我實際看到是十萬 欸太一個零差多 對啊 對啊 老娘這輩子都沒有買過名牌包 結果他花了十萬 十萬買到的輪框 而且男朋友只要說 我換輪胎是為了安全 因為我要保護你跟Baby 是 後來呢 老娘也不是省油的燈 唉唷 來後來喔 他每一次呢 只要有加入某個某某某的車友社團呢 我也跟著他加入 所以他只要譬如說社團裡面 有PO什麼商品啊 又要競標 或者他在下面留言說要出價 你都看得到 對 我就把他簡訊就是截屏 然後LINE給他看 然後他一開始就想說 為什麼我每次下標或是留言都會知道 好可怕喔 對 後來就試了幾次 好可怕喔 你是用化名進去社團的嗎 對 我是唯哥 唯哥 就冒名進去啊 然後後來他知道之後 我潛藏在他的各個車友社團 他就是買的比較熟練 不會再亂花錢 對啦 對 對 金妮呢 有有有有 我老公呢也很愛跟我說謊 我老公最愛跟我說的一個謊話呢 就是 寶貝你真美 為什麼我覺得有在曬恩愛的感覺 善意的風格 你想想看人家的十萬跟四百萬 對啊 情何一攤 寶貝你真美 對 我好想講的呢 並沒有你們聽完故事之後就會覺得 他這樣真的很過分 因為呢 我之前就是要出席一些活動什麼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跟我老公說 欸 寶貝你覺得我今天穿這個怎麼樣 然後每次呢可能就是時間就會搞太久 然後他就會延誤到我們出門的時間 然後他是一個很討厭遲到的人 然後我每次都會搞到遲到 然後他就會非常的生氣 然後呢 有一次我要出席就是活動的時候 我就一樣就是一樣穿著衣服給他看 然後他突然態度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喔 他看著我就說寶貝你真的好美喔 你就像是那個公主一樣從童話故事走出來一樣美 我跟妳講今天現場如果KIDSTART是林志玲的話 都被妳踢下去了 唉唷 我會相信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要想相信 結果當下呢我就覺得說 老公真的很善解人意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我就帶著穿著那套衣服很有自信的 然後就去參加那個活動 然後呢我就這樣走進去的時候 我就突然看到旁邊有兩個眉啊這樣 就這樣就竊竊的思語 就說欸你看那個你看那個姐姐這樣 我原本想說怎麼樣太美了嗎 就有點想說是怎麼樣今天是不是太漂亮這樣 然後沒想到他們下一句就接說 愛人綁得好好的怎麼穿成這樣 什麼什麼叫怎麼穿成這樣 然後你知道我們出行活動不是都要拍照嗎 然後平常攝影大哥也都會就是 加剪個拍個機照嘛 然後每天都在攝影大哥喔 就是默默地就說欸那個那個 那個誰誰誰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說什麼站過去一點 我今天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回去看到就是出來的照片才發現 我那天真醜 就是那個衣服真的搭的就是很亂七八糟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照片一看就真的很不OK 但是我當時心裡就想說好啊沒有關係 這樣折磨我對不對 那老公呢必須省油的燈啊 然後呢就是有一次呢 我老公要出席一個比較正式場合的時候 偏偏呢因為我老公平常搭衣服也是會問我的意見這樣 他就拿了一個很休閒的衣服 然後我就跟他說老公 你以前真的很帥 你就像是我的送中機一樣帥 然後老公一傳到之後 你知道一樣自信媚信 然後走到那個會場 然後走到會場 我都不知道其實為什麼我們會相信這種話 對啊其實我當現場 我當現場也是很納悶 然後到現場之後一樣就是那些朋友看到他 他就想說你今天怎麼穿這個來這樣 然後他就發現就是我在整他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就是 互相就是玩這個整來整去的遊戲 就是有一段時間 然後最後是長輩看不下去了 然後我們才就是彼此坦承說 就是原來我們就是想要互整彼此 就是因為他講的那次的謊言讓我出球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個美劇 就是那裡面的人 他是專家 他可以看出人有沒有說謊 然後他每次那個嫌犯在說謊的時候 他就把他放大 然後說你看那個眼睛在紮紮紮紮 什麼在抖啊 對 對 看得出來嗎 我們很好奇 就是真的看得出來嗎 對啊 這門的學問叫做 威表情 真的假的 對 教我們 對啊 想學 我老公說比林志玲震的時候沒有眨眼耶 對 第一個要看的就是眼睛 古人說這個 觀其謀子人焉受災嘛 眼睛但是 不要以為說說謊的時候他不敢看你喔 有些人是相反 那眼睛是可以控制 接下來就比較不能控制就是肢體 通常我們在說謊的時候 我們潛意識 我們知道我們在說謊 所以我們的身體呢 會不 會不經意的遠離對方 例如說我跟黃鐙輝本來是這樣講話 所以我在說謊的時候 我可能就 這樣子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他更不能控制了 因為我們在說謊的時候 我們會緊張 我們的交感神經會亢奮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口乾舌燥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 因為他嘴巴乾嘛 然後會 會抿嘴唇 對 這幾個中和起來 抓到了 好啦來我們看第三個 生活習慣他常把家裡變成 真的 非常容易 這個 這個真的非常容易男生 因為你知道我跟我老公呢 我們是之前交往了五年 然後才結婚的 那在一起那五年 剛開始我認識他的時候 因為他是留英的 英國回來的 你知道英國回來 他們穿著就跟我們台灣男生不一樣 神奇 對就是有點像黃醫師這樣 他們穿襯衫 西裝褲 都會把那個袖子這樣折起來 折得好像很隨性 很慵懶 然後再帶一個這個 這個 修格蘭 修格蘭 對 那種FU 那種FU 然後身上永遠都是香香的 哎呦有啊 對就是很紳士 然後交往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發現呢漸漸的 它那個香味就不見了 就已經沒有香味了 住在一起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家有一個區域 本來那個區域呢 是這種 有那個洗衣機啊 然後可以曬衣服啊 又種了一些桂花等等一個小花園 那因為他也一樣喜歡打電動 所以他就把那個 那一個區域呢 那個陽台 很大的後陽台 變成他自己的小型網咖 然後都會在那邊 網咖 然後他每天晚上呢 就會跟著那個洗衣機的那個 洗衣服的聲音 還有旁邊那個桂花箱 然後在那邊打電動 就是很relax 可是呢每天 天亮了之後 因為晚上我看不見嘛 那個暗暗 天亮之後那個太陽 旭日東升一起來 光打到那一區 我去倒水的時候 我往裡面一看 我就被嚇到 我今天有帶他的照片來 他怎麼了 其實我發現啊 現在有很多人 就是從小開始訓練小朋友游泳 包括有些在月子中 就已經給他這樣 掏一個脖子這樣游這樣 我想說那是不是 早一點讓他接觸這個運動很好 因為很多人說 這樣子會比較聰明 是真的嗎 我一向都是這個態度就是 你要說他好 那你就要有證據 那你要說他不好 那你也有案例 那這個有些人就是說 這個他可以 小朋友早點學游泳啊 促進他的這個運動神經 對啊 然後不怕水性 對啊 等等等等 可是證據呢 你也沒有說 菲爾普斯小時候就玩這個 所以現在會有 沒有證據嘛 那同樣說很危險啊 你說這個小朋友 所有的體重都靠這個脖子的撐住啊 對 什麼頸椎什麼什麼的 或我頸椎會受傷啊 會癱瘓啊 那有沒有案例呢 好像也沒有 好 所以對我來講 我就是媽媽開心就好了 那你也不要期待 他會對你孩子有什麼好的幫助 那你也不用太害怕說 哎呀 那有可能會什麼危險 我們只是目前不曉得 那希望這件事情就 就也不要 壞的事情也不要發生 那大家開開心心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我想是沒關係 了解 我今天有帶他的照片來 他怎麼了 真的還沒有 沒有看到 那個瑤瑤 他每天晚上要喝多少杯瑤瑤 還有我打給他的果子 已經變成那個 就是圍繞在他身邊 然後以及桌上 全部都是他一個晚上 要抽好幾包煙的煙蒂 一邊打電動 一邊抽煙的煙蒂 還有我們甩手就在那邊換下來 丟的衣服就這樣亂丟 真的 真的還假的 那你會幫你老公整理嗎 你等一下跟我回家 你看一下我見老公 為什麼要跟你回家 但是各位觀眾 今天的Kiss大來了 唯媽 我老公他的書櫃 就真的就是垃圾堆 而且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非常愛亂丟襪子 對 我有一次在打掃的時候 我是從床邊 連客廳的椅子底下 然後餐桌 陽台 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他的襪子 而且是穿過的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穿過的襪子 不丟在洗衣欄 然後這樣隨地亂丟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才剛穿以下下 可是才剛出去以下下 等一下如果要再出門 沒有很髒還可以再穿啊 然後問題是 他每天就是眼瞎 看不到家裡有這麼多的襪子 所以他每次出門 就拿新的 對 就會再去櫃子 再拿新的出來 然後我有一次整個就是火了 我就直接去陽台拿掃把 就這樣掃掃掃掃掃 全部都集中 然後故意在他面前 然後掃給他看 然後又把他倒在垃圾裡 哇 又掌聲 而且我真的不懂 他為什麼永遠可以生出 這麼多的襪子 然後我丟也丟不完 丟也丟不完 丟也丟不完 沒有啦 以你剛剛講說他是小face的話 對啊 真的假的啦 他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電腦桌 網咖網咖 我的比他髒我承認 哎呀 因為我們這個電腦 你站在 你在電腦桌前面 你就是要打電腦的嘛 對 當你全神灌注的時候 你會忽略掉周遭的事物 所以這個情有可原 那你覺得這些習慣 是太太灌出來的嗎 是 而且也跟媽媽有關係 因為這不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對 你們就是有 非常能幹 跟非常漂亮 跟賢淑的 太太跟媽媽 才會造就出 我們這種小屁孩 喔 今天講話好小心喔 很厲害耶 他也有點挫 哇塞 邱老師 我覺得他眼神有閃爍耶 我覺得 不過他的 他的言語是誠懇的 這的確啦 就是說 男人長大之後 生活習慣不好 多半都是小時候 就是被媽媽照顧得太好 你要看他在放鬆的時候 的狀態 例如說他的宿舍 或者 他回到他爸爸媽媽家 原生家庭的時候 怎麼樣 那個才是最真實的 他會不會回到 爸爸媽媽家的時候 媽我的眼鏡在哪裡 這就是情緒 這代表說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東西 放在哪裡 平常都是 叫一聲媽媽爸爸 就會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種結婚之後 你就要吃點苦了 了解 就認命就對了 對 但是有些方法可以改掉 他們這些習慣 我老公其實 還好還好 他不會亂丟襪子 因為呢 他丟哪兒就丟哪兒 而且我有潔癖 你知道嗎 那他有一個糟糕的毛病就是 很喜歡把衣服脫下來 就掛在椅子上 他下班就先掛椅子上 然後呢 重點是 我們家的椅子 我如果一兩天 沒有去注意它 我們家的椅子 我就是很難找到地方可以坐 我真的就是疊滿了 多意思耶 你看 就這樣 那個是我們家的椅子 那個位置 左邊那個位置 是我每天要坐在那邊 寫我的東西的地方 然後他坐在那邊泡茶 他每天中午回來 就先脫掉一件 然後就泡茶 泡完茶之後 就穿另外一件出去了 穿另外一件出去回來 再脫 再掛 然後呢 我如果晚上沒有收呢 他隔天就再掛 然後現在已經離譜到 連褲子都掛上去 我不懂為什麼 我後來真的是想到一個 非常好的辦法 什麼 什麼 我就每天晚上 只要我看到在椅子上的東西 我偷偷拿去洗 拿去洗 我是一個好老婆 我就幫你洗乾淨 你為什麼不對呢 那女龍一洗了 隔天也不會乾啊 對不對 那隔天你就冷死了 可是也是一個方法啦對不對 至少不是跟他翻臉 我有找到解決的方法 對 哎呀 倩倩咧 找到老公給我找回家 我就可以知道他這一整天走過哪裡 因為就從玄關到客廳 到廚房到房間 就是會有他亂丟的東西 像襪子啊 內褲啊就是亂丟 內褲也丟 對啊 內褲 他還蠻喜歡在家吃的 哇賽 真的耶 而且重點這麼髒 他也都從來不打掃 然後你問他說 家裡這麼髒這麼亂 你都不打掃一下嗎 他就會說 會嗎 我覺得還好啊 我覺得髒得受不了 你自己是打掃的嗎 哎呀 對 這個就是 所以他就說你現在受不了 那你就做嘛 然後沒有人可以 忍受度超過他啊 就是永遠都是我先受不了 然後我還記得 我在坐月子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第一個禮拜 還可以看他每天都穿不一樣的衣服 然後到第二個禮拜我就很納悶 你怎麼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 然後我就問老公說 你怎麼每天都穿同一件 他就說 我沒有洗衣服啊 我說 你一個禮拜七天都穿同一件 你不覺得噁心嗎 那他一樣說 會嗎 我覺得還好啊 哦 所以又說我受不了 然後我就叫他說 好那你把髒衣服都拿來 然後我就一個人在月子中心的廁所 洗衣服 你在坐月子耶 你在坐月子耶 洗衣服 可是他不行啊 我就沒辦法 我受不了 畢竟妳知道衣服我都沒有洗的時候 他靠近我的時候我也覺得 很難受 而且如果要做Baby的話 雖然有防塵衣 妳還是會覺得 對啊很髒 因為會過敏耶 對啊 然後我就很像幫主人洗衣服的庸人 很不像坐月子的媽媽 然後那時候我就 好酸喔 對啊 而且我邊洗就邊想說 以前家裡沒有小孩 所以家裡這麼髒這麼亂就算了 但是有小孩其實這樣真的不太好 然後 把小孩子抱回家之後 我就跟他說 其實這樣這麼髒亂 很有可能會引發小孩的過敏 然後就一直瘋狂的洗腦他 然後一直唸他 然後也會說 比如說現在有起點紅疹 還是說抓傷咬傷 被蚊子叮我 全部都牽托說 因為家裡太髒了 所以才會造成這個狀況 那他也一直覺得被我唸 被我唸很煩 他就開始會打掃 可能平常 因為一個人也就自由自在灌了 真的譬如說變成一個家庭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 要適應這些可能也需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們還是真的很想要老公 就是可以愛乾淨一點 然後再主動做家事一點點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邱醫師 我覺得 老公並不是百分之百家事的不做 他可能只喜歡做某一樣東西 太太可以讓老公 就是去做他喜歡做的那個家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男人雖然不愛乾淨 但是他一定愛面子 所以你就善用他這個面膜 你就可以覺得家裡太髒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我們明天要請那個小寶的同學 來家裡玩 他當然會怕說 家裡不乾淨嘛 吃面子 那個小朋友的家長 來看到家裡這樣不好 他可能就會開始自己整理了 所以善用他愛面子的這個弱點 哎呀 這一招有沒有想法 對 這倒是 不過今天聊有那麼多男生呢 那就是一點點的壞話 其實那也是要 使我的媽媽知道說 哎呦 我們家老公其實也沒有那麼糟 對不對 今天就想說 四百萬 小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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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謝謝大家 我沒有給我小孩 替那個胎毛 就是滿月不知道要替胎毛 然後有些人會做成毛筆 或是做成什麼刷子之類的 那是指甲一小撮 是因為我那時候 有聽到人家講說 其實啊 雖然說人家 都需要替胎毛 可是有時候替胎毛的時候 小朋友可能是毛囊會受傷 或是呢 陽光直接曬到他 他皮膚會受傷 或是呢 那個鹽分啊 可能他們流汗會吃掉皮膚 這些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妳是為了剛才講那些東西 所以妳決定沒吃 對 我的態度是這樣 其實有那麼多千千萬萬的 爸爸媽媽幫小孩子替胎毛 然後就頂個小光頭來 說老實話 我也沒有看到他們有 比較容易毛囊感染啊 或者是什麼 比較容易發炎啊 然後妳說什麼曬太陽 哪一個小孩子出門 就這樣頂個大光頭出去 還不是會幫他戴個帽子啊 幫他這個羊 沒有媽媽會這麼傻的 所以 我不覺得剃胎毛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剃的過程 沒有讓小孩受傷 這前提了 妳把搞到上面都有傷了 那當然是太糟糕了 沒有受傷的狀況下 妳要剃就剃吧 妳不剃也沒關係 那有種說 不剃會長不出頭髮 對 我覺得這是錯的 剃胎毛 我倒是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 我們尤其是 東方有些人的頭髮 還滿粗的 那妳就發現呢 妳有些小朋友剃了胎毛之後 妳要知道我們的頭髮 寶寶的頭髮不是一起長的 它是先這一戳 然後這一戳 然後就是分批長出來的 那小孩到了那一歲的時候 就覺得很難看有沒有 這樣狗啃的 就這樣 這邊一頭 這邊一頭 然後慢慢再踢也不是 有點像拉丁頭的感覺 對 再踢也不是 再踢也不是 然後就有點困擾這樣 所以 大概就只有這個美觀的問題 我跟你說 老一輩也有說法 他說要讓小姑送血 那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老一輩都很多說法 剃胎毛也 好 然後不剃胎毛也 反正總之小朋友健康最重要 對啦 沒有錯 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